一家人開心在餐廳前拍照 台灣籍的吳小姐嫁給印尼籍的丈夫 帶著三名小朋友在印尼南榜遊玩 本來阿嬤開心到印尼來看孫 但沒想到卻不幸遇到海嘯 我目前他們有八個人 目前的電話 因為他們都是在那個山上 昨天晚上去接觸一個民謊 躲在人家那裡 通通電話通通不通 為什麼都沒有電動 由印尼台商組成的三輪慈善基金會 幹部中文林提到晚上一行人 在逃難時有受到皮肉傷 台灣印尼代表處也計畫在 能夠通車的時候 進去把台灣旅客運送到雅加達就醫 不過他們所在的南榜 海嘯前其實是個風景迷人的旅遊勝地 地藍的海洋和大片的沙灘景色迷人 現在卻成了人間煉獄 斷裂樹枝東倒西歪 這次海嘯受影響的 還有在印尼經營養殖龍蝦的台商林先生 垃圾散步一旁的車子也東倒西歪 還有遺落的輪胎林先生說海嘯前四個小時 他還在龍蝦場 工人們也正常在溫定整理網子 沒想到晚上在餐廳竟然看到兩米高的海嘯 如果過去那邊的話我就遇見了 剛好有民宿 剩下一間民宿我就住在魚排那邊附近的民宿了 林先生說等海嘯退在開船去救工人時 工人已經嚇到腿軟 不過幸好都離海嘯發生的地方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無大礙 外交部也表示特別和國防部聯繫 協調準備我國的運輸機 一旦國人有需要即可準備出發 就希望把握黃金救援時間不要再有傷亡產生 記得陳盛偉 林英偉 許雙方 台北報導